朋友们看一下正前方啊 正前方这就是马云在北京的四合院 而且这是一个大型的四合院啊 这是一个三路的建筑 这边是西路、中路和东路 而且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好啊 北京的市中心 大家看眼前这儿有一条河 这就是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的终点站 这是临河而建的四合院 北京是个缺水的城市 大家都知道啊 临水的建筑呢更是不多了 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从这儿往前走呢 过了马路就是这个石叉海了 所以说这个位置啊 是非常好的 真正的市中心啊 那在古时候石叉海这一边 都是王爷们住的地方 大家看这个桥了吗 从这个桥 这个桥的西边就是石叉海 往左就可以到达北京的景山公园 往右没多远就可以到达中古楼 这真是北京的市中心啊 这边的景色也是非常漂亮的 大家看这个宅子啊 就是刚才咱们看的旁边的这个宅子 这个宅子说是许家印在北京的豪宅 面积啊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这四合院啊 看着都是两层的 下面有一层窗户 上面也有一层窗户 特别高 这边是富贵之地啊 从这儿往前走 还可以到达南罗古巷 这两位可都是当年的首富啊 元朝时期大运河的终点 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看一下马宗家的这个宅子啊 看起来非常高 感觉像是两层呢 他这最后一进院啊 这房子这叫上房 都是两勾连的建筑 有人说这四合院的地理位置再好 这也进不来骑车呀 其实这个地下三层就是车库 底下都是大型的车库 而且都是通用的 从车库直接就到家里边了 这边是他的一个小侧门 人家进出肯定都不走这大门了 人家都得是地下车库直接进出 咱看一下啊 他这个房子啊 跨度是非常大的 他这个胡同是一个L型的 在马宗家旁边 还有一个大型的四合院 看他对面这个四合院 说是这个许老板家的 你看这大门还都封起来了 这个院子啊 也是非常大的 您看看多长呢 如果您在石刹海那边 坐这个黄包车 游览这附近的胡同啊 他也会带着您上这来看一看 这豪宅 这条胡同我刚才说了啊 它是一个L型的 就两户 一家的院子就占据了半条胡同 您看咱们一路走过来 这个院子跨度多大呀 我感觉南北得有七八十米 他旁边就这儿啊 就是普通住宅 普通老百姓住的院子 这院子小啊 有的时候从这儿过 洗个床单被这儿 都得在门口晾着 这是这个大型四合院的南边啊 你看门外头还种着竹子呢 在北京四合院门前 种种竹子的啊 非富即贵 普通老百姓家 地儿小 没地儿种竹子 他这个院子南北有七八十米 东西我感觉也得有个六七十米 前边是那个大门 咱看一下他这个大门啊 两层的飞檐 网上有人说这个大门上面 这个木材都是黄花梨的 看看他这大门也是被封起来了 因为人家这门啊 只是起到一个装点门面的作用 人家真的是不从这儿出入 都直接走车库 这几乎都不走这地儿 他这门前啊 种的全部都是竹子 你看这边也全部都是竹子 竹子是取一个节节高的抑郁吧 他这院子啊 真的是规模庞大啊 到这边没有竹子了 就是另外一间了 另外一间也是非常的大 一会儿带大家去看一看啊 马云在这儿买豪宅 我觉得是应该和这个挨着大运河有关系 大运河北边的终点站就是北京 南边呢 可以到杭州 而且这个水能生财 他在杭州也有豪宅 在北京这边也要有豪宅呀 看这儿 这就是另外一家的这个门了 这一家占地面积也不小 两家占据了这么一条胡同 看这一家 墙外边也是种了很多的竹子呀 看他这个大门啊 更是气派 能在这儿住的真的都是非富即贵的主 您看这大门 就光这一个大门的造价就得多高呀 这就是北京的四合院啊 比我还要远啊 谢谢大家